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杨俊 首先 今天的头条新闻是 美国民主党的重量级领袖查克 舒默和哈基姆 杰弗里斯正式支持副总统贺锦丽 成为总统候选人 这在拜登宣布不在竞选连任后 为贺锦丽的竞选之路铺平了道路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加拿大萨斯卡车温省的泰勒斯粉丝们 他们通过制作白米厂的友情手脸 希望能够吸引泰勒斯在他的世界巡演中 来到该省表演 他们的创意和热情 是否能够打动这位流行天后呢 最后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舞者们 薪酬和不平等问题威胁罢工 他们在彩排中 甚至举起了黑拳运动的手势 如果罢工成真 这将对奥运会的开幕式造成重大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民主党国会领导人 支持哈里斯竞选总统 牙红美国 华盛顿路透社 美国民主党国会的两位最高领导人 公开支持副总统卡马拉 哈里斯成为他们党的总统候选人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哈基姆·杰弗里斯在周二的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结束了几天来关于他们是否会加入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支持哈里斯竞选的猜测 总共乔拜登在周日宣布退出连任竞选 原因是担心他不再具备进行艰苦竞选所需的体力和精神状态 哈里斯在周日告诉舒默 他希望有机会凭自己的实力赢得提名 舒默在民主党竞选总部外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现在随着从基层到上层的过程已经完成了 我们今天在这里表达对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支持 周一大多数民主党代表承诺在预计于8月初的党内投票支持哈里斯 永不延弃的泰勒·斯维夫特粉丝希望流行歌星歌星回到萨斯卡扯温 环球有榜 雷根·威兰德为每张泰勒·斯维夫特的专辑都制作了友情手链 这位来自李强娜的女士还制作了一条萨斯卡扯温骑士队的绿色和白色手链 也向这位流行巨星的橄榄球奶脑克拉维斯·凯尔斯致敬 他还制作了一条粉红色和绿色的手链 萨斯卡扯温骑士队对球迷在比赛中常戴在头上的东西 威兰德的手链和其他数百条手链被串在一个轴上 长度达100米一个足球场的大小 这就像一封长长的琴书 琴泰勒你属于我们 威兰德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认为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省集体会晤我们的泰勒旗帜 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你永远不知道对吧 克拉维斯没想到他能赢得地球上最受欢迎的女人 但他做到了 自六月以来 萨斯卡扯温的斯维夫特粉丝一直在努力吸引这位明星再次在该省停留 斯维夫特目前正在进行他的一人世界巡演 从伦敦到东京吸引了数十万粉丝 他今年晚些时候将前往加拿大在多伦多和温哥华演出 尽管他没有计划前往萨斯卡扯温 但当地的粉丝们通过举办活动和提出创意来吸引他回到萨斯卡扯温 例如最近有数百人聚集在李贾纳市中心的购物中心制作手链 这些手链通常在斯维夫特的演唱会上交换 他们还在今年的Country Thunder音乐节上举行了一场大型舞会 南里贾纳的一个玉米迷宫被修剪成玉米时代巡演的字样 希望斯维夫特能从他的四人飞机上看到 一个小联盟棒球队最近在比赛中戴上了回到萨斯卡扯温的眼罩 李贾纳市市长阿尔布里达尔说 他甚至不知道斯维夫特是谁 我不得不上网查他他的照片 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他34岁我听说他有一个在ENFO打球的男朋友 不理他而说 尽管如此尽管如此 他还是同意了改名的提议 施语员瑞安斯维测说 经济效益将是巨大的 他说 他有一个美妙的声音 他的几首歌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时都会调高音量 虽然斯维夫特的粉丝们还在等待他们的努力是否会有回报 但一些人认为他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斯维夫特最近在一场表演中穿了一套绿色和黄色的衣服 萨斯卡扯温的颜色 在同一天骑士队比赛的另一场表演中 他穿了一套粉红色和绿色的衣服 他看到我们了吗 他是不是在策划什么 摩尔说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了解泰勒斯维夫特和泰语粉丝们一起玩的能力 我不会排除他闭环这个故事的可能性 说你知道吗 我会以某种形式回来 因为我也爱你 布拉科比亚纪亚纪世代的总统选举语指南 努力吧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总统决选活动 迅速拥抱了在社交媒体上 将他称为这次选举周期 布拉的纪世代选民 这个布拉专念首次与哈里斯联系起来 是在英国流行歌手 Charlie XEX平台上发帖称 卡玛拉就是布拉之后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充分利用了 C世代的关注 在他的X讯号中 频繁提及Charlie XEX的布拉川级 随着这条帖子迅速走红 许多人不禁疑惑 布拉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声明似乎未经难以跟上的 C世代词典增添了更多困惑 为了帮助大家 C世代领导的组织 明天的选民发布了一份 选举周期中的关键数语指南 布拉特名词偶像 一种对自我真实性和自信的拥抱 例句 艺术家Charlie XEX的帖称 卡玛拉就是布拉帖称 卡玛拉就是布拉 卡玛拉就是布拉 特朗普在辩论中说的一切 都是卡丁卡 哈陈佛奇形容词 被抓到从事犯罪 不道德或不正当行为 并有证据证明 例句 特朗普被陪审团 以34项重罪指控抓到4个 科金融词 出于危险状态 注定失败 如果特朗普赢了 基世代就完蛋了 因为他会将数百万我们从 父母的健康保险计划中 剔除 并限制 堕胎权利 拉登克动词继续 希望成功 通常在展示潜力之后 例句 卡玛拉哈里斯作为副总统 维系时代做出了贡献 我们应该让他继续 定选他为总统了 瓦片动词 专注坚定 例句 明天的选民正在锁定这次选举 以联系2000万年轻选民 奥平慈一个强烈不喜欢的对手 例句 唐纳德特朗普是堕胎权不再受保护的原因 所以他真的是个奥库的原因 所以他真的是个奥库的原因 W-Riz名词出色的魅力技巧 魅力 例句 我们知道副总统哈里斯有W-Riz 有W-Riz有W-Riz有W-Riz小 因为他帮助通过了国会的重大气候立法 压纵词愚蠢 难不经心 或令人恼火的喋喋不咎 例句唐纳德特朗普在他的安西演讲中只是在喋喋不休 没有说任何关于他如何帮助纪世代的内容 美联社报道 摩洛哥的金色麦田不再像从前那样风扰 连续六年的干旱 威胁着整个农业部门 包括种植供人类和牲畜食用的古物的农民 北非国家预计今年的收成将比去年减少 无论是产量还是种植面积都将下降 这使得农民失业必须要更多的进口和政府补贴 以防止像面粉这样的主要食品价格上涨 小农阿尔侯斯尼贝尔侯斯尼表示 过去我没有很多小麦 但在过去七八年里 由于干旱收成非常低 摩洛哥的农业部估计 今年的小麦收成将约为340万吨 远低于去年的610万吨 干旱不仅迫使一些农民让田地休耕 还使得他们选择种植的地区生产力大幅下降 政府已经宣布在城市和农村地区 介质用水 包括公共浴室和洗车厂的用水 以及农田的灌溉用水 独立报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后 于7月23日返回白宫 拜登在特拉华州雷霍伯斯海滩的家中 康复了几天后 于7月21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他不接受民主党提灵 并将把所有精力集中在总统职责上 同时全力支持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作为他的继任者 这一宣布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震动 主要是因为拜登的年龄和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拜登回到华盛顿特区后 将会见以色列总理本亚宁 梅塔尼亚胡 并接受总统美日简报 梅塔尼亚胡昨天抵达华盛顿 本周将向国会发表讲话 雅虎美国报道 在新的2024年总统竞选的第一天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很可能成为民主党提灵人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 他需要一个竞选伙伴 并且没有太多时间来寻找 前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 霍尔德和他的律师事务所将负责严格的审查过程 根据NBC新闻的报道 哈里斯竞选团队已经要求五位潜在副总统候选人提供审查材料 分别是北卡罗兰娜州州长罗伊、库铺泡 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马克、凯利 宾西法尼亚州长巧谁、夏皮罗 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莫 和明尼苏达州长蒂姆、沃尔兹 虽然这份名单可能并不完整 但这五位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 夏皮罗在关键战场州非常受欢迎 库珀和惠特莫也是战场州的受欢迎州长 凯利是唯一的参议员 具有军事背景和前宇航员的经历 沃尔兹则是一位优秀的演讲者 成功的州长和退伍军人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能最早在下周开始投票选人统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纳州布拉报道随着拜登宣布不在竞选年院 2024年总统竞选的焦点转向了特朗普的年龄和健康问题 共和党人不断质疑拜登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而民主党人也担心拜登在选举中的表现 不得不公开表达他们的担忧 媒体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 然而特朗普的健康问题却未受到同样的关注 特朗普现年78岁 有心脏病和肥胖史 但他并未在竞选期间公开任何最新的清康检查结果 特朗普一直以来都不透明 例如他曾承诺公开税单却反悔 白宫也不再公开访和记录 最近特朗普在一次暗杀未遂事件中受伤 但他和他的团队对外界隐瞒了相关医疗信息 在这种背景下 特朗普今天早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信息 否认曾考虑任命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为财政部长 但他之前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曾提到过此事 这种不一致引发了更多关于特朗普健康和誓愿性的质疑 那周Blog的另一篇文章报道了今天的竞选新闻 包括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拜登宣布不再竞选连任后 迅速获得了民主党多数代表的支持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员会确认将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 在8月7日前选出总统候选人 这意味着哈里斯很可能在下周选择副总统竞选搭档 哈里斯的新竞选活动在24小时内筹集了8100万美元 打破了所有之前的记录是特朗普曾在2011年和2013年两次向哈里斯捐款 根据昆尼皮亚科大学的一项全国性调查 特朗普以微弱的两个百分点领先哈里斯 分别为49%对49%对47% 哈里斯迅速接管了拜登的竞选团队 并邀请拜登的竞选主席詹奥玛丽迪伦继续担任他的竞选经理 拜登虽然取消了竞选活动 但承诺会支持哈里斯的竞选 新院按报道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 杰弗里斯预计将在周半的新闻发布会上支持卡玛纳哈里斯竞选总统 哈里斯在拜登宣布不再竞选连任后 迅速获得了超过30名民主党参议员和80多名众议员的公开支持 其中包括前众议院议长莱西佩洛西 佩洛西在声明中表达了对哈里斯的热情支持和对国家未来的无限乐观 其他民主党领导人如党边凯瑟琳 克拉克 主席皮特 阿吉拉尔和副主席特德流也迅速表示支持 此外国会西班牙裔核心小组 黑人核心小组和进步核心小组也纷纷表态支持哈里斯 然而舒默和杰弗里斯最初并未立即表态 而是表示将与哈里斯会面 共同努力团结民主党和国家 随着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 惠头默等潜在竞争者也支持哈里斯 他获得了明确的提名路径 周代表团的支持在周一晚上进步推动了哈里斯获得民主党提名的门槛 联讯报报道 阿里奥运会的舞蹈演员们在周一的彩排期间沿着塞纳河岸举行了一场抗议活动 表达他们对薪酬不公和歧视的不满 他们以黑手套高举的姿态模仿 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非裔美国运动员的著名手势 抗议低薪和恶劣的工作条件 演出者们表示 他们将在周五的开幕式当天以及残奥会的彩排期间继续罢 成千上万的工会成员也承诺在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通过罢工和其他抗议活动进行干扰 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门票价格高达700到2200英镑 豪华套餐甚至超过3000英镑 这引发了工会的愤怒 认为利润没有与普通工人分享 参与演出的3000名舞蹈演员杂技演员和演员中 许多人报仇低廉甚至无偿工作 工会称这是明显的不平等和歧视 法国最大的工会CTT也已提交了覆盖整个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罢工通知 独立报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将在周三晚上罢点从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讲话 解释他意外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的决定 并阐述他政府最后几个月的计划 拜登在周日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必迅速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阿里斯在拜登退出竞选后24小时内筹集了8100万美元 成为民主党假定提名人 拜登由于正在特拉华州的瑞侯巴斯 必其家中康复 众多民主党人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特别是在他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辩论表现不佳之后 拜登在整个2024年总统竞选中一直落后于特朗普 面对关于年龄的持续质疑 周三的讲话将是拜登在椭圆形办公室的首次公开解释 CNN报道 演员乔治 克鲁尼在周二公开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称赞他在拜登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后的历史性竞选 克鲁尼在本月早期时候的一篇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呼吁拜登不再寻求联院 这一举动被视为推动拜登最终决定退出竞选的关键时刻之一 克鲁尼表示 拜登展示了真正的领导力 正在再次拯救民主 大家都非常兴奋地支持哈里斯的历史性竞选 在拜登的筹款活动中 克鲁尼的参与帮助筹集了2800万美元 是历史上民主党单次活动中筹集资金最多的一次 克鲁尼在专栏文章中提到 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不佳 显示出他不适合再任一届总统 哈里斯获得了超过1976名承诺代表的支持 确保了民主党总统提名 多伦多星报报道 因安全顾虑 新斯科省省长地母休斯顿 缺席了今年的哈利法克斯 骄傲游行 休斯顿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 他是出于谨慎考虑 才决定不参加这次活动 并强调这一决定 并不意味他对二艘GBTT社区的支持有所减弱 新斯科省的自由党 NDP和绿党都有参加游行的花车 唯独进步保守党缺席 省长办公室表示 警方建议休斯顿今年不要参加 以确保他和其他参与者的安全 但为提供具体的风险细节 据进步保守党发言人马克·布德罗称 休斯顿在2022年曾参加游行 并计划在2023年再次参与 但当年活动被取消 尽管如此 今年他们还是预定了花车 但最终做出了艰难的决定退出 《独立报》报道 随着卡玛拉哈里斯继续为总统提名竞选 众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领导人在7月23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7月21日通过社交媒体宣布 他将不接受民主党提名 并将全力专注于剩余任期内的总统职责 统统职剑副总统哈里斯作为他的接班人 拜登的决定是在面对关于其年龄和能否应对共和党对手 唐纳德特朗普的压力下做出的 好莱坞明星乔治克鲁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社论 呼吁拜登退位 对促使总统做出这一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哈里斯已经获得了超过64%的民主党代表的支持 成为取代拜登的总统候选人 自总统宣布这一决定以来 民主党在24小时内筹集了创纪录的8100万美元 美联社报道 伊拉克政府宣布正式禁止库尔德分离主义组织 并加强与土耳其的合作 土耳其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巴格达在打击库尔德 孤人党PKK方面的更大合作 该组织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在与土耳其进行叛乱 7月14日发布并于周二公布的命令中 伊拉克总理穆罕默德 西亚苏达尼指示 在所有官方文件中将PKK描述为被禁的库尔德工人党 这是伊拉克政府迄今为止对该组织 必该组织地位最明确的声明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4月访问伊拉克时表示 他与苏达尼讨论了针对PKK其其在伊拉克领土上延伸的联合行动 尽管伊拉克没有像土耳其一样将PKK列为组部组织 但已将其列入禁止组织名单 土耳其国防部周二表示 在伊拉克北部的一次空袭中 4014PKK武装分子被击毙 包括一名被土耳其列为最想要的武装分子之一的 尤素夫·卡尔坎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请订阅这些内容 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回发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